大家好,这一区跟大家分享兜肉 子乐这种植物我们只要养护得到 它长出的状态非常好 而且上色的时候红通通的非常好看 又肥又厚 相信不少花药都比较喜欢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虽然有人喜爱 但是在养护的时候 尤其是进入了寒冷冬天 给它浇水就是成了困难户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在寒冷冬天给兜肉养护浇水的三点 第一点浇水量 因为给兜肉浇多水 或者是给它干旱的太久 对它的根据都是非常不利 在寒冷冬天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一定要把握好 尤其是把它移入室内养护的兜肉 首先我们就要根据所在的环境 如果在通风的环境中养护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适量的浇多一点水 如果在通风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上 当这个盆土干了 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只能给它从这个边缘撩边的 给它浇浴圈 冬油的根系就会失收到一些水分 而且这个盆土也不会引起积水 冬油的毛细根就不会出现干旱死亡 第二个浇水时间 因为在寒冷的冬天早上与晚上的趋温比较低 那么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在中午的时候给它浇水 这时浇水的话对它的根系比较好 如果你在早上或者是晚上浇水 这个盆土蒸发的没有那么快 导致它出现冻害 那么这个根系就出现烂根了 第三点浇水温度 当我们接出来的自来水 这个水的温度往往是比较低的 不能直接给它浇灌 当我们这个都要放在一个位置 然后接出来的水也是放在同样的位置 在中午给它浇水的时候 这个水温与土温基本上都会相近 根系就不会受到刺激 兜油就会很好的生长 像我这些兜油每次浇水的时候 都会给它浇水一些兜油型的营养液 因为在冬季我们不可以给它浇多水 只要给它浇水一点 这样的话既可以给它吸收到水分 又可以给它补充一些微量的养分 因为在室内环境毕竟是比较适宜的 那么它会正常的生长 正常的消耗 水分养分都不切 就能让它正常的生长 长出更好的状态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兜油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